我們一般整個 地對 然後我明天跟妳 今年四歲的又又對著鏡頭自我介紹 活潑開朗的模樣讓人很難想像 她一出生就被診斷出先天性聽力損失 她從出生的時候聽力篩檢就一直沒有過 醫生經過好幾次的診斷 最後跟我說 嗯就是又又就是有 天生的聽損的這樣的問題 然而在台灣 還有很多像又又一樣的小朋友 根據衛福部國民健康署的 資料統計顯示 自101年截至108年底 共發現了5871名先天性聽損寶寶 而醫生也建議像又又這樣 先天性聽損的孩子 在出生六個月前就介入治療 針對不同的聽損程度 給予相對應的療程 三個月如果確診 如果她聽力是在四五十分倍以上的話 可能會希望在六個月前 開始給她一些介入 那可能就用助聽器 那有一些更重 如果是八九十分倍以上的話 可能最後需要開人工電子耳 但其實除了佩戴助聽器 人工電子耳 她們也可以藉由聽覺 口語教學的課程 訓練聽力 學習說話 我要去搭捷運了 蛇就馬上的逃走了 透過醫院的轉介 悠悠在十個月大時 就開始了在雅文兒童 替允文教精進會的治療之旅 在老師及家長的幫助下 開口並說出流暢的句子都難不倒她 你剛剛講什麼 媽媽 那個 那個 是小瓢蟲耶 聽覺口語師透過一對一的上課模式 準備不同的遊戲玩具 利用引導師的學習 訓練孩子的聽覺敏銳度 幫助聽損兒童 透過佩戴合適的聽覺輔具及語言輸入 協助聽損兒童利用剩餘聽力 發展傾聽及口語溝通的能力 並幫助聽損孩子 以自然的溝通模式融入社會 過程當中 聽覺口語師也被小朋友每一次的成長 和進步感動 小朋友從原本 他其實連聽都不會聽 到慢慢的他開始會講出一個詞彙 那個瞬間其實會蠻感動的 此外聽覺口語師也鼓勵家長和小朋友們 可以一同參與課程 希望能將訓練的方式同步教授給家長 小朋友也能在生活中 落實聽覺口語訓練 其實我們的教學對象不只是小朋友 其實我們主要是教爸爸媽媽 教他們就是怎麼樣在生活裡面 落實就是我們聽語訓練課的那個目的 怎麼樣在生活裡面可以就是 幫助聽損的小朋友去 學習聽的技巧 然後就是發展出語言 聽覺並不是只有聽得見 和聽不見的二分法 交流方式更不是僅能通過肢體語言及手語 很多小朋友其實只是部分的聽力損失 他們可以藉由佩戴輔具 及搭配聽語訓練課程的學習 聽到更多的聲音 只要找到合適的方法對症下藥 也能有效的幫助聽損的孩子們